台灣人民帶來一個新新聞 那兩次講話已經說出來了 這個現狀要怎麼改變 我們剛才說 公道 公道有辦法力氣嗎 那是代表台灣人民沒有認為 這個現狀是對的 那是台灣人民的聲音 你只會聲音讓全世界看 為什麼剛才洪陽你拿那個看錶 說為什麼找那個國家 人那麼久 地方那麼久 為什麼他有辦法教你去聯合國 什麼原因 人家那個國家 有那個年紀力 你台灣沒有嘛 台灣有一個人他沒有認為說 這是一個國家可以參加聯合國 他還認為這是中國一部分 你要怎麼去聯繫這個項信力 所以美國說 如果說你台灣自己沒有這個聯繫力 他要怎麼主張 贊成說你可以自己聯合國 我覺得說總統打這步之後 人民帶去支持 你這麼有辦法去一步一步 進電 沒有辦法進電 因為 你要跟我們怕什麼大 因為這個現狀就是中國跟美國來決定的 台灣人 台灣人自己打拼 台灣人自己訓導 以前過去的可能和鼻子 證明 證明說外國的聽話不好 是不是 我為國家的要求 簡單跟大家說 國家的要求 大家都知道 你們老主管 這麼常常也在說 我以他國家的認可 但是國家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 我們剛才說都叫客官要領 有一個主管要領 有一個主管要領 說你們人民 你們這個人民裡面 你們有主管之後 你們想要做一個國家嗎 今天我們的公道就是要 由台灣人民的意志表現出來 現在在說美國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美國有很多參議員 包括美國的官員 說得很清楚 民主的結果是不能控制的 民主的結果是不能預測的 所以我們如果用公道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結果 人民的意志這樣出來的時候 美國百分之百尊重 因為民主的結果 不能控制不能預測 是美國對民主的一個 基本的核心價值 這不會改變的 所以他不知道在說 今天我們如果 如果 你們民主 選出來什麼人 美國都一如尊重 原因就是在這裡 我第一陣子要跟大家做報告 第二 最近 我們說自己聯絡國的時候 你看國民黨 也不敢說反對 但是他說 你們民進黨 如果要用台灣民意 加你聯合國這個議案 在立法院 國民黨是被封殺 被否決 我們就問 你這樣否決 你們不是說要加入聯合國嗎 結果 國民黨說 我們是要用中華民國 我就跟他說 用中華民國我們也同意 拜託 否則 你國民黨用一個 用中華民意 加入聯合國的公投 民進黨用一個 用台灣民意 加入聯合國的公投 不管哪一種公投 其實都是台灣民主意識的表現 證明說 這個公道 如果要加你聯合國 大家都有一樣的意志 就是什麼 我們跟中國無關的 對 所以我在這裡要跟大家說 國民黨絕對這個公投 不敢主 不敢去應 他會撿上去 我想他絕對撿上去 我聽到在這裡給大家拔 像我牛肉還沒跟你拔 但是民進黨 用台灣民意 加你聯合國 絕對要做 絕對要做 所以我最後要跟大家說 就是 台灣人民要有這個意志 我們如果有這個意志的時候 我們現在說 要做一個國家 這個意志表演出來 全世界所有國家 都要跟你支持 都一定要跟你固定 因為 民主的結果 是不能預測的 民主的結果 是不能控制的 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同意 剛剛那個 許委員講說 國民黨會推出 我覺得國民黨 沒有任何可能的推說 只有在這個狀況下 他不可能站在對立面 因為現在選 中華民國下一屆的總統 他已經還公投了 所以不可能 他已經還公投了 現在完全同意 包括今天 昨天蘇俊斌跟吳光毅都說 不需要公投 包括今天 那個沈俊斌在這裡講 最後台灣的前途 還是要靠公民投票 這個趨勢不能拿 特別在美國的壓力下說 現在不准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在選總統這樣的一個壓力下 不可能站在對立面 沒有任何的機會 他們為什麼以前當官的時候 都不講公投 公投的價值不是他們的價值 剛剛國中大哥講了 安於現狀 是長期以來國民黨的一個 處於兩岸關係 希望相安無事的一個狀況 那個原則是最高指導原則 民進黨一直衝撞 長期以來民進黨就衝撞 我覺得這裡面要看到幾個面向 這個面向就是 崔美總統壓力很大 因為時間很少 到今天為止只剩11個月 如果是520下台的話 如果是3月選舉的話 他大概只剩9個月 如果是1月選舉的話 只剩下7個月 所以這個事情必須要做 特別在總統大選這個前提 馬英九在選擇用 擱置主權的方式 在談經濟的時候 這個問題讓他沒有辦法 有任何可能擱置 你必須要來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 不管是民進黨的策略下面 它是4月分的鈍 會不會建議 那每一個人可以看 那些人在選擇 我應該要給你 我答應 短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